酒给酒做酸菜 忍不住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小树 那么扣肉大家都吃过 那你吃过猪头扣吗 今天我们就用二师兄的脸 来做一道扣肉 体验一下他的口感到底如何 开始吧 夜行的天主已经用喷枪把它喷过了 现在只需要用刀 把它脸上的逆夹刮干净 这个部位最好吃了 口感特别棒 把它的美瞳卸下来 哇哦不错哟 耳屎也脱干净 冷水下锅煮25分钟 给姜片米酒去腥 这种天跟猪头扣更配哟 搭配老安安腌制的酒桌酸菜 达到一个解腻开胃 增加口味的一个效果 猪头煮好 捞出晾凉备用 这个尽量不要煮超过25分钟 因为它的皮相对比较薄 卸下耳朵 方便下油锅 很干净了啊 锅液下油 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然后像炸扣肉一样炸 用盖子盖起来防止油标到自己 像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油炸的没那么厉害 避免你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现在把火力调到这么大就可以了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猪头皮煮熟以后用竹签把它撑平整 否则在炸的时候它两头翘起来 这就有点淘卵心了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个耳朵太薄了 可以提前拿出来 油分深高到冒心烟 把猪皮复杂 直至它起泡 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长成 一个小时 去纸红枣香菇豆碎 还准备葱姜蒜 去纸的腌柠檬全部都成小粒粒 来调一个扣肉汁 妇乳男乳 甜辣酱 增加红亮颜色 酸甜可口 生抽 蚝油 老抽 盐 白糖 冰花酸梅酱 做酸甜口味的 十香香 胡椒粉 两种乳汁分别来一点点 米酒 醋 适量 最后温开水 所有调料搅拌均匀四香味 酸甜咸味 配料搞里头 葱姜蒜 感兴趣的话可以炒一下 会更加的香 舒服 泡好的猪头 改刀切片 也还可以啊 皮朝下 放在盘里 这个猪耳朵 尽量不要搞乱啊 扣药汁倒过来 把这个猪头皮腌制一下 想等下摆盘 摆得漂亮的话 就不要打乱这个顺序 这一步把酒桌酸菜 配给水分 我到刚才又忘记录了 前面给猪油 辣椒粉 给它发香 这个酒桌酸菜没有盐味了 给盐 生抽 发香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一步给猪头皮装盘 把扣肉汁淋到上面 酒给双手 炒好的酒桌酸菜 盖上面 看酸菜流口水了 灯锅上汽蒸40分钟多 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中国扣肉看广西 这句话你们认同吗 当然了 广东的梅菜扣肉也是相当的给力 下面就来品鉴一下我这个处女 处女做这个猪头扣 看一下效果如何 嗯 好香啊 注意很多汤汁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我喜欢你 虚浮 我喜欢你 虚浮 我喜欢你 虚浮 特别的开胃 口感特别的爽 有点硬性啊 有点硬性啊 看着 嗯 双手 这个是猪耳朵 哎呀 嗯 酸 这个口感应该蒸45分钟就可以了 不用蒸太久 酸菜 这个酸菜口感会有点太软了 那么这里建议大家在蒸的时候 酸菜不能跟着一起蒸 应该蒸到一大半的时间再倒进去 这样只能保证那酸菜的口感脆 哇 煮耳朵 忍不住啊 嗯 很脆 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兴趣的话 赶紧去尝试一下 非常实惠的一道菜啊 终于我们很关注了 拜拜